也放弃了这个英雄 而且只有一个皮肤 不知道天美为什么从来不关心这个英雄 但是这个英雄在以往的版本当中 几乎就没有弱势过的时候 No.2 连坡 连坡绝对是所有玩家吐槽过最多的一个 不是吐槽连坡能力不行 而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给连坡一个良好的定位 连坡当然有能扛伤害 但是技能释放有仁慈 放完技能根本打不到仁慈 这也是很多玩家抛出他的原因 No.3 狂铁 狂铁上线期间不强 但是上线也是遭到了很多玩家的退堂 刚开始都觉得他太常事 但是后来发现是一个小短腿 也没有再最好 之前很多玩家期待团体 但先证上线后就几乎没人玩 还未再胜利也是低的可怜 那包括宗葵 宗葵对英雄售价售价1888个巴心地 可见总是在降价 没有问准了 就因为热度低没人玩 宗葵作为一个拔铁铁铁 本身的惨路就不够怎么强 再加上他的参加难度 大招是能依赖二次人 只是二次人的靠近依赖自己的依赖 其实宗葵的可玩性是太低了